大家好我是小莹 今天要來講公筆畫能不能用吹風機去吹乾呢 在之前有一部影片我們有拍就是預防漏反的問題 在裡面我有提到公筆畫盡量不要用吹風機吹 留言區就有話有提出疑問 為什麼不能用吹風機去吹公筆畫呢 其實他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我覺得是蠻常見的 因為在我們以前小時候在學畫畫 水彩畫 老師都會說用吹風機趕快吹乾吹乾 然後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就可以到下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都很習慣用吹風機去吹乾畫作 可是當我們現在是在畫公筆畫 他和西畫是不同的體系 所以我會建議不要用吹風機去吹乾公筆畫 有三個原因 尤其是最後一個原因很多人都沒有想到喔 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一個原因 明膠遇到熱很容易變質或剝落 公筆畫他都是用天然的顏料去畫 不論是植物顏料或是礦物顏料 都是要調入一些膠 那我比較常用明膠去調 明膠呢他有一定的溫度 他如果已經化開來遇到高溫超過70度 很容易變質會有一點味道 加上黏性呢會失去 所以你的畫作他如果被吹風機吹過 快速的乾燥 會造成顏料容易剝落 在畫作的保存會比較不容易喔 第二 菌和首旋遇到過熱容易變形 和若返的問題 菌布他是天然的產絲材質 上面有很多複雜的經緯線去編織而成的 所以呢他是蠻焦弱的 如果啊你用吹風機去吹乾 他的高溫會容易造成菌布遇到熱啊 會有熱脹冷縮的問題 他呢就會有一些的變形 加上蠶絲有時候可能會變質 會有泛黃的問題 他會出現一個黃斑 如果呢出現變形或是泛黃的菌啊 之後呢都很難去 搶救他 所以啊就只能重劃囉 那會建議菌呢是比較不建議用吹風機去吹乾的 再來首旋和菌 他上面都有一層帆 去保護他 如果呢遇到熱氣 很容易造成 若帆的問題 若帆就會顏色會造成斑駁 那在公筆畫中 如果呢這樣子呢 整個五畫呢就會滑滑綠綠也不適合 所以吹風機容易造成弱反 那是蠻嚴重的問題喔 第三 自然乾才會讓時間沉澱 顏色會有一種溫潤感 這是很多人應該沒有想到的原因 時間呢沉澱的顏色會和我們平常用吹風機快速吹乾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他就好比 打個比方就像我們 食物是高溫快速加微波微熱的 和你是用慢火慢慢把它加熱 那種的食物的味道保存下來是不一樣的 顏色呢你仔細去觀察 有些作品 我們呢如果是自然的乾 你會看到那顏色呢有時間的沉澱 他會比較均勻 他呢會比較溫潤細緻 每一層的顏色他會有一種 很寧靜的感覺不浮躁 所以時間的沉澱會讓顏色保持 他的一種美的一種能量感 這個是蠻神奇的 要我們細心去觀察 慢慢去體會 你也可以實際上自己去實驗看看 用吹風機快速吹乾的顏色和作品 和你 讓時間慢慢的自然風乾的作品 你看他的顏色的沉澱的質感 我們自己去感受 這幅畫作的能量 在現代比較高壓 快步調的時代 我們畫工筆畫有一種像修身養性的 一種感覺 他呢 在每一次風乾自然的 陰乾的 時間等待中 我們心情呢會蠻寧靜的 你可以在等待他乾的時候 去做其他的 像是調顏料或是磨墨 或是調膠 其他的一些預備工作 所以有時候 我會覺得 我們不用一定要用吹風機 去快速的 達到節省時間的效果 在畫工筆畫 就像 修行 就像靜坐 是一種療癒的過程 花一點時間 慢慢的去體會 去感受他 希望呢 你可以在工筆畫的 創作過程中 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步調 慢慢的去感受 畫畫的魅力喔 我是小瑩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